今天1月15日故事的标题叫有钱做不到的事 对应的事件是2001年1月15日这一天维基百科正式上线 那维基百科与当时同时代的这个微软百科全书是完全相反 他号召全世界的网友一起来做梦一起来实现 所有参与的人都是义务 没有一个人为一个字拿到一分钱 结果微软早在93年就启动了一个网上的百科全书计划 叫微软百科全书 这个计划雄心万丈砸下了无数的金钱和人力 结果努力了16年在2009年正式宣布结束 为什么因为2001年到2009年 也就是说八年时间维基百科上面的词条 就大大远远超过了微软砸下无数资源做的微软百科全书 但是当然微软百科全书 它搜集起来高指楼的内容也用在了它的其他项目里头 比如说微软现在的这个叫AI 新的生成是AR 它的这个预料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 数据就被维基百科量多 但其实这个故事呢 当然这个这个整个故事呢 是想说的众赏之下呢 必有勇夫 但不一定有谋夫 就是那个计谋的谋字 那么你花钱有可能的是能够招来一大堆的这个投机分子 不可能长期形成一个比较惊人的这种集体智慧作品 但是这里呢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啊 微软百科呢 虽然参与的人不花钱 不是不花钱 拿不到钱啊 只是义务出来做 免费出来做 但是微软百科本身随着里边内容维护的越来越庞大 它所需要的在线计算资源也越来越多 也就是微软百科本身的运营 它的里头数据的存储 访问时候付出的贷款费用 包括所有涉及到的设备的电费 它还是要钱的 微软百科它长期以来呢 因为啊 它的公益性质 包括它的整个机制的这个原则 导致于它呢 一直找不到合理的变现啊 机会 所以它在网页上 长期都挂着这个求赞助 求捐赠的这种啊 广告 所以有钱做不到的事情 你真的做出来了 还是要钱去维护的 这是一个现实 一个比较有点哲学意义上的 这种自我矛盾的这么一个现状 所以归根到底 其实呢 很多事呢 不是说有钱做不到 而是说你换一种思路 让钱用在真正合适的地方 这才能发挥钱 或者说资本 或者说资金 或者说资源 应该合理的高效的用法 是不是这样呢 以上 我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 好 嗯 感谢观看